厄瓜多杂上一台币监视维基创办人亚桑杰 英国卫报报道 厄瓜多对2012年开始期身在旗驻英大使馆的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杰进行监视 最初是为了帮助他 后因他骇入使馆电脑而变调 厄瓜多并为此投入了500万美元 卫报 The Guardian 今天报道 俄国政府聘请一家国际安全公司及卧底探员监视亚桑杰 Jolian Assange的访客 使馆工作人员及馆内的英国驻卫警 为进行这项原名贵宾行动 Operation Guest 后改称饭店行动 Operation Hotel 的监控计划 卫报估计俄国投入了500万美元 约新台币1亿5000万元 监视亚桑杰的行动原本是为保护他 以免遭英国警方押走 后来确掩便未全面监控 报道指出 恶瓜多钱总统科利亚 Rafael Correa 支持这项行动 但新任总统莫雷诺 Lenin Moreno 去年上任后 监视行动便已放松 安全团队纪路亚桑杰的日常活动 及他与使馆人员和访客的互动 骇客 维权人士及律师都曾来这个位于伦敦歧视桥区 Nights Bridge 的大使馆探望亚桑杰 卫报援引文件报道 亚桑杰不但骇入大使馆内的通讯系统 甚至有自己的卫星网路 卫报报道 亚桑杰不仅破解大使馆的网路防火墙 还可以取得拦截使馆人员的公共与私人通讯